假扮日誌 帶領件是同志的大小事 假扮日誌帶領件是同志的大小事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好久沒有跟大家就是有一些輕鬆療性的環節 因為之前療性都很不輕鬆 帶著負擔 帶著疲倦 還有帶著一些就是養尾的問題 然後今天又邀請到了這位專家 他是我們的調情和手愛的專家 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他到底會不會疲倦 讓我歡迎原飛 各位老闆好 大家好 我是原飛 是老闆嗎 為什麼要叫老闆 職業習慣 我已經太習慣了 大哥好 老闆好 我是原飛 怎麼稱呼你 直男會說 我已經點你四次了 拜託你記一次好嗎 你是記不住嗎 我沒有再記得 我們在按摩的時候 我通常面對的是客人後腦勺 所以我對他的專注點 我對他的記憶點通常都是他聊了什麼 可是因為你知道男生直男很常不會聊天 你問他做什麼他說工程師 完了我一天要做幾百個工程師 我根本不記得 對 然後 工程師解決了各種問題 而他解決了工程師 對 所以 下一次如果說 對他的話題沒有記憶點的話 那就是在我握住他的時候 對 我握住他已經第四次了 身體記憶來記住 就是這個形狀 對 我真的有做過你耶 天哪 可是這樣子會不會讓他們覺得有點尷尬啊 因為他可能很希望被你認出來等等的 我必須要老實說 就一個從業業者的感覺 沒有感覺就是好感覺 這些客人就跟衛生棉一樣 不要讓我留下印象 通常會讓我留下印象的都是壞印象 哦 you're right 我已經做你四次麻煩你記得我一下的時候 我都會說 那表示我很喜歡你耶 你知道是不是 他很願意回頭找你耶 他也很愛你耶 對 簡直是兩情相怨的代表 對 所以他 有他兩情相怨嗎 迪克里不要騙自己了 我一直在找一些話說 讓我自己安心 沒有 我剛剛越講讓我越不安 你的Sign師傅只會忘記你而已 沒有 他每個人都有記住 所以我就覺得是不是不太好 對啊 他剛剛說記住是負面印象 對 他說記住是負面印象 可是他每個人都大概知道我是誰 然後 好像就是你知道有點點到 大家都知道我的那種感覺 因為有點頭皮 這個就不只是壞 還是壞出名了 可是我很守規矩耶 我不會在他們按摩的時候亂摸他們 我也不會在他們可能 就已經脫到剩內褲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就手在那邊 就是抓來弄來等等的 這樣子算壞客人嗎 我覺得問看看我們的手槍女王原飛 有沒有一些 就是你自己個人覺得是很雷的客人 或是你很討厭的互動過程 來看迪克有沒有踩到 對 因為我剛剛感覺起來 我好像已經在踩了 想要親算不算 硬要親 硬要親嗎 對對對 就是如意啊 其實但是你當下已經沒有那個感受 因為每個小姐雷點不同 硬要親我還好 可是我有一陣子 我把這個排到第一名 他就是親完以後還要 然後我說你在幹嘛 我在回味我老婆的味道 就是一個超級 他叫你老婆 對 然後還砸那個嘴是砸什麼意思的 那種耳真的是難以形容 你知道就是真的是耳 然後我就天哪 所以你親是ok的喔 我個人雖然我尺度很低 但我配合度很高 就是幹部給我的專業評語 對 尺度很低 第一就是S跟吹 我沒有接 我人生中一萬隻雞雞打過來都是純手工的 他不上數學課 S就是男同志的E 就是sex的部分 對 我覺得能夠不吹在這個業界裡面生活 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耶 你是怎麼做到的 你那時候怎麼樣練起這個不用吹 就讓大家解決的這個心法 我是認真的在專業 這條路上去鑽研的 對 因為很多小姐進來的時候會想說 反正我沒有在這一行待很久 我就賺到錢就走 對 那所以那些什麼 我們在船的輕功啊 調情啊 手愛的那些 他就沒在上 對 他就覺得 反正我第一個我尺度夠大 我願意接S接吹 那再來就是我也沒打算待很久 那只要我肯跟客人上床 他們還有什麼好閒的 他們總不會真的是來按摩吧 我就真的是從按摩到聊天到 各式各樣就是 除了S跟吹不接以外 其實他的要求我能做就做到 他是還有在做諮商的感覺 還有做那個職押規劃 對 我跟你說如果他今天就是 他真的就是按摩加打出來 加輕功的話 那代表他一定是聊了很多的天 對 要不然就是很容易就會 不小心想到社群那邊去 對 聊天我也是聊好聊滿這樣 對啊 那如果你一天接三個 你就要聊六個小時不是嗎 不會啦 因為 有時候會睡著啊 因為輕功跟打那邊我都不聊天啊 聰明的小姐不會在那時候聊天 大家會出戲 大家會 聊太多就會變敵客的問題 對 變得太親密 像朋友 沒錯 可是如果今天那個客人真的跟你聊的話 那你怎麼樣緩解那個氛圍 讓他變回曖昧的感覺 你先把你的胸部貼到對方的身上 然後開始磨蹭 對 就讓他閉嘴了 把氣氛放慢 因為你看喔 我現在這樣跟你們聊天 我就知道你們節奏很快 是 節奏越快 越不會把這個氛圍跟性感連在一起 可以理解吧 大家在工作模式 然後在手操 然後緊趕慢趕的時候 誰會突然勃起 好想來一發 對啊 不會吧 而且他現在已經把節奏抓回去了耶 你看很厲害耶 因為我們兩個簡化真的超快的 然後他立刻就把節奏再抓回到他 自己身上 而且我完全有聽進去 就是放慢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師父 不小心跟客人又突然想聊了起來 那作為客人 該怎麼樣讓整個氛圍再慢回去 喔 我懂 因為有時候迪克可能是想要像 原飛講的一樣 我想要這種很慢的 講話比較少的 可是他反而是遇到很話多的師父 不是 因為我前面已經跟他話太多了 所以他後面就是要開始慢的時候 他又忍不住想跟我聊天說 欸 好好笑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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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接他的話 然後先讓那個氣氛沉下來 你就看著他 我看著他就好 你看著他然後就微笑 你先適時的澆一點冷水 但不要整桶下去 對 你先看著他 然後把呼吸放慢 你先調整 因為很有趣喔 人在 比如說我在touch你的時候 我跟你是有連結的 我們兩個狀態會彼此傳遞 是 對 所以沒錯 像你現在這樣靜下來的時候 整個就會靜下來 對 這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方法 你就把呼吸拉長 然後看他眼神變得比較迷茫 你自己先慢下來 吸跟吐各花五秒 這只有兩秒 有 我的確有覺得 敵克有時候會有太急躁的問題 但你性愛的部分我沒有看到 everything 因為有點害怕安靜 或害怕對方是不是在我們慢下來的時候 他可能對我開始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有時候會有這種 你知道 想要把所有空缺都填滿的時候 對 你會有這個困擾嗎 我以前有 我發現所有做八大行業出來的人 都很會聊天 很會找話講 很會去破除那個尷尬的氣氛 我們也是害怕尷尬 於是就會聊過頭 聊得太多 太得意忘形 這個需要學習 跟放慢 對 但不一定啦 有的人不太抓得到這個技巧 我也是花了一段時間 慢慢充學 那你會告訴自己 什麼不要做嗎 假設你又發現自己 突然不小心加快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讓自己 啊啊啊啊 就你知道你的提點 自己的方法是什麼 好 我再重新數呼吸 你就是吸跟吐各五秒做到 而且是用鼻子 不要用嘴 真的像這樣 整個氛圍又慢下來許多了 對 你自己的感覺 從體內整個就慢下來 然後你一邊維持這樣呼吸 一邊做事 你就整個人說話 不管是說話速度 然後你手的速度 你的心態 就整個變慢了 然後氛圍也變慢了 這樣就有機會性感 天哪 那你講的東西 比很多該死的男童心戀 都還有用 該死的男童心戀 會怎麼講 就是他們就會說 嗯 你就練身材啊 靠腰 靠腰 我跟你講 再性感的人 他用現在這個節奏 我可以講到那些智障 超你媽的 一定跟性感沒有關係 你剛剛亮著講 我腦袋突然跑出好多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會問說 那你覺得怎麼樣性感 你會怎麼樣練方法嗎 他就說嗯 我就練身材吧 就你把身材練好啊 超你媽的咧 沒有啦 就是他們 好像太憤慨 他們沒有認真想過 你知道我今天看坊剛的時候 我還以為 男童志都是性的奴隸 或是說 或是說在性的 這方面如魚得水的人 對 應該很認真在研究 或者是 就算不研究 也會無私自通這些 關於性的東西吧 沒有喔 結果 哇 跟直男差不了多少 我跟你說 我覺得大家是敢玩 大家很敢玩 可是 大家敢玩到之後 會有點疲乏 喔 我懂 就是我們 我們玩很多 特別是我們在 大學時期 他可能現在還繼續在玩 但我個人是沒有 什麼BDN是M嗎 沒有了 他的玩意就是說 持續留在 認識不同的對象 對 然後可能不同玩法 例如說耶羅啊 或者是 沒有喔 千屁啊 我很怕大家跑來找我耶羅 大學有過 我們都有過 我們都有過 或者是多人Party啊等等的 我以前也有做過性交易啊 還有去學怎麼樣去做按摩啊等等的 然後就有各種都去嘗試了 可是到最後玩到後來就有點 對於性這件事情就是 一心阮山 就是會覺得說 我好像第一個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找到 喜歡我的人 又沒有人真的對我好像 多有幸運 然後我就開始對性這件事情 有一種吃過山珍海味了 所以開始索然無味了 對 然後有時候想吃山珍海味的時候 就發現 嗯 已經吃太多胖了 哈哈哈哈 也是說真實的山珍海味是不是 Sukiya是不是 那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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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緒很濃 然後我就很想要問你 自己會不會遇到這種 就對於性的探索 或是說這種性的勞動 而感到疲倦 你也做很久了耶 職業倦怠是真的會 可是那是因為 你會覺得很煩 畢竟我們不能挑客人 嗯 對你想想看 你想吃山珍海味的時候 進來一盤一看 就收掉很久的那種 嗯 哈哈哈哈 被這比喻有點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被這比喻有點壞 我跟你講 一時被震折到 仿佛好像垃圾車經過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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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我跟你講 我以前聽到 有類似做八大女生這樣講的時候 我其實沒什麼感覺 可是知道前一陣子 我就看那個可憐的東西 哈哈哈哈 那個 Ella Stone他不是有一個橋段 是在 是在巴黎做 對 做八大嗎 哇裡面那是奇形怪狀 跟奇奇怪怪的要求都有耶 對 所以你很難在那個時候 有吃飯的心情 你就是 天啊 這是我的工作 這是業障吧 就是你們聽過嗎 以前浪費的食物 你在死掉之後 都要把它吃下去 我就說 這應該是我上輩子 打槍掉的夜障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個 真的只能在男同志節目講耶 對啊 我如果是一男 我聽到我會心碎 沒有 我平常在節目裡 講更多讓一男心碎 他們要習慣 我原本還想說 因為我內心對於性工作者 有一種敬仰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很像媽主婆 就是你知道大家 就是幫一些你知道醜男啊 幫一些普姓男啊 有需求的人 對 解決生理上的困擾 結果後來發現 欸你們都是收水 啊 我真的很落淚 我是收水 也不一定每個都這樣 有一些只是他可能 礙於他的身份 或是礙於他可能 已經進入了情感關係 所以他就必須用這種 不會有負擔的 按摩的方式 來解決他的需求啊 是吧 我看他們 我自己覺得 嗯 最後真正的魅藥 其實就是金錢而已 嗯 那你想想看 既然他已經收掉這麼久 如果沒有金錢的加持 我要怎麼說服自己 讓他看起來很香 怎麼當垃圾車的那個運送者 對啊 就已經臭了 然後還要在這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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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垃圾放進來 對 而且他們有的臭 是真的就是物理上的臭 你會幫他清嗎 沒有要求 一開始的時候 洗一下什麼的啊 要求一定會讓他先洗 嗯 可是有的人出來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 天生跟雞雞沒有連結 是不是 就是沒有洗乾淨 還是臭 哦 包皮裡面很臭 是不是 對 然後整支打下去 手感是刷的 那個SAN 整支的 是刷的 被他吐了 對 這樣就算了 越嚕越多屑屑出來 是不是 沒錯 他可能除了雞雞臭 他還有同時間 狐臭 口臭 頭皮屑 這頭皮屑 我可能還勉強不算 狐臭 口臭 腳臭 什麼都臭 然後他還跟我說 他洗過澡了 然後他在興奮的 我要哭了 眾人越是興奮的時候 他越喜歡把手舉起來 用嘴開始喘氣 就真的是 耳道不行 我跟你說 口臭請用D點 別配一下 那如果屌很臭 請用那個Dear Me 就阿本有推薦那一個 意外的非常好用 題外話 真的會用嗎 問題他們覺得自己很乾淨 對啊 普姓男的代表耶 就是沒錯 直男普姓男的代表 可是你這樣子的話 你感覺應該要很 很不想要再碰性這件事情 他剛剛就有講 好像金錢就是魅藥啊 可是因為他已經沒做 他上岸了啊 對 但我現在進入了一個教學 他又成為帶著錢香的東西了 帶著銅臭的東西了 對 我現在開始做性技巧教學之後 他的銅臭 再加上一個好的名聲 終於不再是某某店的半套店 小姐很好玩 有沒有名聲 對 大家總算把我當一個老師看了 我要好好的做這樣 因為剛剛聊那麼多男生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是 就是你會對於男生 有一點點挖畫的感覺 就如果那些男生做了什麼樣的行為 會讓你覺得說天啊 這男生長這麼帥 然後結果做這種事情 然後蛤 我沒辦法接受耶 你看說看了這麼多以後 哪些你覺得會讓你心動 或覺得真不錯 或是原本心動 但看到他們做某些行為後 就覺得完全不行 好 我在店裡的話 因為在外面就有很多狀況了 在店裡最容易讓我挖畫 從挑妹就開始了 你知道你就是會看到有一些 看起來像是從東區來的 然後就是掛著首飾巢服 然後呢帶著他的兄弟 就是兄弟朋友 然後坐在那邊跟大爺一樣 好討厭的感覺喔 對 然後一看就是假ABC 頭髮抓超高說 你知道就是 對 然後看著前面一排小姐說 然後她就從頭到尾指揮這一句英文 她以為我們聽不懂 然後她的Ross還是S的 她不是那種捲舌那種 對 然後她以為我們聽不懂 還是這樣就是對我們品投論足 然後多少小姐都已經發出 的那種 當場發出然後還翻白眼 她也覺得我們聽不懂 第一個就先挖畫了 對 好 那第二個挖畫是 那你嫌棄完之後還挑 你還是挑了妹了 好 然後這種人 她一邊講Liar not worse 可是又想要跟小姐ABC的時候 殺價或不談價格 蛤 殺價很low耶 殺價很low 對 殺價很low 你看我這麼帥 你都不會想要就是跟我做嗎 咦 不行 不行不行 就是超蛙 尤其沒有了超服 沒有了那些手勢 沒有了那些抓高高的頭髮 去襯托她的時候 她其實就是一塊肉 也沒有哪裡特別出彩 也沒有特別運動 她們不太像Gay的按摩師傅們一樣 可能會練練身材什麼的 她就是一個普男 普性男 可是她會認為她雞雞很大 女生應該會喜歡 然後或者是她 對 或者是她想跟我做 我應該要貴謝天恩之類的 對 她就會一副高高在上 所以你都不會想跟我做嗎 嗯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這剛好是我最近 我的學姊給我的困擾 對啊 然後我覺得這種人 其實在我心中超娃娃 但我不知道這是我們同志覺得 還是異心也這麼覺得 就是她最近在交流人家 遇到一個男生 然後那男生呢 就是跟她很快就是在一起了 然後在一起她就說 欸 寶貝你看那個女生很正耶 我覺得就是有時候我也會想做愛 就她就直接在我的學姊面講這種話 就一定在一起之後 在自己的對上面前 對對對 然後她就說 欸 你不會生氣吧 我只是講講而已 就講出這種話 可是我覺得說 如果已經會在意的話 就代表是生氣的嘛 就是不開心的啊 可是她就覺得說 沒有 我就開玩笑啊 然後我就覺得這種男生超討厭 超娃娃的 就嘴鼻吊丘這樣子 對 可是 會不會她點了一個小姐 然後硬要跟那個小姐去聊別的小姐 會嗎 我有遇過欸 我有遇過那個狀況還超實際的 她就在我跟另外一個小姐中間 然後她選了我 然後我在按摩的時候 她就開始說 欸 你覺得A小姐一個星期要幾次啊 嗯 我就 什麼叫幾次 一個星期要打幾次砲 然後我就說 我怎麼會知道啊 然後她就說 那你覺得A小姐喜歡用什麼姿勢 你覺得A小姐 她可以一次可以最多幾批 我就說 你現在換A小姐還來得及 你要嗎 喔沒有沒有沒有你很好啊 不然我就不會選你了 所以你覺得A小姐怎麼樣 你這樣 好煩喔 對 好煩喔 然後甚至我已經在打了 她還在念A小姐 沒錯 然後她就一直在幻想A小姐 然後我最後怎麼把她打出來 我跟你講 她說嘿 怎麼了 我說我上個禮拜 被七個男人拖進草叢裡輪間 我覺得超爽的 嗯 其實我不是那麼激動 我就是磅毒 我上個禮拜被七個男人拖進草叢裡輪間 我覺得超爽的 然後真的假的 你是這個語氣嗎 對 你是Siri的語氣耶 對 然後她說真的假的 然後她就射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 你不是小說家 對 我就 她說你騙我 我說廢話 我覺得她底下的指南客人 怎麼都活得很扁平的感覺 哈哈哈哈 她感覺智商很低 而且很好被眼影操控 很像什麼單細胞動物那樣 對對對 好可怕喔 對 那你會怎麼建議我學姐 如果她遇到這個男生 然後她又一直有點猶豫不決 要不要跟她分手 你會建議她分手嗎 因為我就說那叫做嘴鼻屌球 哦 她可能在試驗你的容忍度 在試驗你的底線 嗯 那我個人原則是 如果你真的要去外面吃 然後不跟我講 然後可能你也不想擦嘴的話 我們就分手 因為這已經到了 連尊重都沒有程度 真的 但如果你只是嘴秋 那我一定會比你更秋 欸欸 你看那個男生我也好想跟他幹喔 啊 欸 或是 不可以輸 對或者是 欸你看那個男的 他看起來練得比你好欸 嗯 然後你再嫌弃一下他的腹肌 或者是你在 欸你看那女的 那你覺得那女的怎麼樣 啊 對 其實我不介意這個男生 透露他的性癖給我 嗯 因為這樣我就知道他喜歡什麼樣的人 嗯 而且我們都知道 你喜歡什麼樣的人 跟你最後會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 通常不是一回事 對 沒錯 而且他想法好正面喔 提供給我的學姐 嘴要比你的鮑魚秋 對 是這種感覺 然後你可以嗆她說 好啊你幹啊 你看人家想不想 要不是我 你以為你有得幹 耶 的確是這個樣子 真的耶 是不是 是因為多多鮑魚給你幹喔 笑死 對啊 你也不問問看人家 對啊 你以為你想幹就有 哈哈 錢都沒到位 就看誰更會PUA這樣 是啊 為什麼 對啊 當你在默默忍受 並且思考要不要分手的時候 你在想法上就已經輸了 因為你分手完 你還是被PUA了 欸我跟他聊了三個小時 沒有聊出這些東西耶 我們整個聊出的方向 我就說那你就跟他分手 哈哈哈 我跟你講那你遇到下一個 也還是會這樣 就是我們已經被PUA灌了 我們沒有變成PUA的那個 船長 他現在不是要做什麼決定 他是要改變他的思路模式 他的思維 對對對 我跟你講你真的拿這些直男 我不曉得Gay會不會這樣 但你拿這些PUA的人 他們對你的套路去對他們 99.99都不能忍受 但其實這些自信心過高 他們為什麼叫過高 因為他們本人很普 所以叫過高 這倒是真的 這倒是真的 對 那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就是你看過了這麼多男生了 會不會覺得就是 對於男生已經有點幻滅 有點不想要再跟男生相處 或是甚至 我覺得幻滅一定非常多 我現在只是比較好奇 他到底還會 進入情感關係嗎 就中意怎樣的男生 對 我很好奇這件事情 首先 不要讓我很有被侵略感 就是一看你就直接來個男性凝視 然後從頭掃到腳 然後就一臉 我很想幹你 或是我很棒喔 你應該看得上我吧 畢竟在八大行業久了 我真的很討厭 一走進來 馬上就看 喔 這個可以喔 可以幹幹看喔 的那一種 喔 那個眼神其實很明確 對 然後那一種講話說 可能剛見面就想追我 其實我在做任何事 或任何興趣 認識到男生 我不會 不會因為這樣就厭難 就是 喔 只要你是男生 我就覺得你是犯罪 我就覺得你是罪犯 預備軍什麼的 我倒不至於這樣 可是我一來 你就開始把我姓化 那我就會覺得這個人很打妹 對 那他看我的樣子就會是 他只想我在床上的價值 是是是 對 那挺煩的 欸 那想問一下 你們會做八大的人 然後再一起去南公關店嗎 有的人會 但我不是那種 因為我好不容易才賺錢 我還丟回去 是在 對啊 我有時候不懂這個思維 我就心裡想說 欸 你們賺錢這麼辛苦 然後又把錢丟給這些男生 因為我住在林森北那附近 他們南公關店 就是基本上 晚上凌晨大概 十一點到三點 那個時間當然是最多人的 可是他們早上的時候會有一波 就是另外一波客人 就是荷蘭了的 從公主店來的 嗯 對 我覺得那些都是妹妹 你有沒有注意到那些 小姐都蠻年輕的 可能在這個行業做個兩三年 三四年 正式迷失的時候 哦 對對對 因為快錢太多了 對 這是有分階段的 跟她的那個心態不太正確 才會說 哦 我在男人身上受的委屈 我也要找男人要回來 嗯 對啊 其實你要不回來 你只是丟了你的錢而已 對 對 就代表她一開始做八大的初衷 已經不見過 她目標設的不夠明確 嗯 對 對 而且她是真的走行 把這些客人做的 然後想要挖你 想要欺負你 這些全部都忍下去 我在包廂裡 從來不忍這種惡氣的 我就是在 我一定要討回來 不一定是她知道的方式 就是了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我寫的書 我甚至會 在結束後 端一杯水給客人 然後盯著客人說 哦 你知道 我從來不幫客人端水 嗯 所以你一定要喝下去 這表示我特別喜歡你 然後她喝下去之後 我不會告訴她 但那一杯其實是我漱口過的水 哦 哈哈哈哈 好好聽的故事啊 說不定她知道就會更興奮 會不會 那再說 那再說 對 但其實那就是我漱過口的水 我懂 我懂 那是一個抒發 那是一個抒發 對 之類的 今天這個客人欺負我 我一定會跟這個客人 討回我的場子 嗯嗯嗯 我不會因為這樣 然後搞得我去對下一個客人 或是我不認識的人 我懂 大發脾氣 嗯 更何況我發這個脾氣 還要付錢我瘋了 嗯 那在日常生活中 你會不會很容易感覺到 男生對於你的那些 過分的視線 因為其實就是你 你也是漂亮的嘛 嗯 就是你感覺是被世間啊 或是 我覺得這個是 所有不會因為 我是八大行業的女生 只要是女生就會 不好意思 是女生就會嗎 對 跟你漂亮不漂亮 沒有關係 因為我從小就被性騷擾到大 我是因為受不了被性騷擾 既然都要被性騷擾 我決定收錢 也是一個很特殊的思維耶 但我小時候可愛嗎 沒有 他們在挑對象下手的時候 是挑不會反抗 看起來不會惹麻煩的那種 而且我其實前半生 我人生前半生都超胖的 我瘦下來是這幾年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 不漂亮也都會被性騷擾 那你幹嘛不收錢 第二個跟你美不美沒有關係 壞人就是壞 但其實我覺得 我不進入情感關係是好的 畢竟我在這個行業也看到很多 你就看他什麼都好 長得也漂亮 性格也好 然後又會賺錢 有著我想要的一切 就是眼睛瞎了 你知道就是 那種很氣耶 那種會生氣 對 就是你挑了一個人會打你 然後會花你的錢 拿你的錢去養小三的男人 你在死心塌地什麼啊 姐妹你在幹嘛 對 你要是沒有他 你根本不會淪落封城啊 對 你為什麼為他 心甘情願到這樣 真的眼睛瞎了 還好我沒有你這樣子 的那一種 你有很多反面教材 尤其在我發現這件事情 不是在八大行業的小姐裡 上岸的女生 岸上的女生 也差不多是這樣的事 男人會辜負你工作不會 女人要有錢 哈哈哈 放在口袋裡才是真實的 真的 那你就是開發這個情欲聊播術 跟很多撩男人的技巧 那在這麼長的職業生涯當中 有沒有是你真的不小心踢到鐵板 或是哇怎麼撩都撩不動的 不可能沒有啦 我覺得當你把話講得很死的時候 只要百分之百一定都撩都撩 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信 一定還是會有 可是我沒有遇過 評語是我不喜歡的 對 可能頂多就是沒有感覺 那的確也有那種感覺很頓的人 那這邊偷偷的跟大家說一下 我認為會怕癢的人 比較敏感的人 他們都會是比較好的 比較為男女朋友 為另外一半著想的人 比較疼另外一半 這是真的 怕癢的人比較容易疼另外一半喔 對 這是真的 有這個迷信 但我覺得這個迷信是真的 蛤 那我們好像都不是耶 哈哈哈 也不一定喔 因為其實很多人 不曉得自己的敏感點在哪裡 喔 有可能喔 對 你如果真的問男生 你問十個 我不曉得Gay會不會數據就不一樣 但是你問十個 你哪裡敏感 八個會回答 喔 就三點喔 嗯 我也覺得 對 就這三點啊 三個點就敏感啊 那其他沒有了 對 甚至你如果撩到他敏感的地方 他還會刻意忍耐 有沒有看過那種 就是微表情崩壞 但是他的太陽穴動了一下 哈哈 好可愛 對 血管冒出來 不知道在抱青筋什麼鬼的 在死命忍耐 嗯 對 所以其實這些男人 很不了解自己 也不允許自己有其他的反應 是 對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看他剛剛講這麼多 那到底哪些位置還有可能 變成敏感蛋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玩法就是 奶頭龜頭 奶頭龜頭 耳朵脖子 跟屁眼 大家比較通用的 腋下 你說抓腋下嗎 還是還是 抓腋下 你了起來很不性感耶 對啊 就是 你要怎麼玩腋下啊 我覺得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抓腋下 對 我也是抓腋下 但是我是 用指甲輕輕刮 慢慢地刮過去 喔你說刮腋下 對 那個 咕嘲咕嘲咕嘲 這一招叫直男癌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因為人家怕癢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 咕嘲咕嘲咕嘲的 都是直男癌 欸 直男gay的課 直男gay聽起來很不細的 好 如果腋下怕癢的人啊 那麼相對的 他的手臂內側 上手臂內側 音面 對 音面 他的音面 跟他的那個 胸側 腰側 這些有連接的地方 以腋下為中心連接的這些地方 喔 也會蠻有感覺的 那就是要請他 稍微扳開來 然後輕輕地刮嗎 對 因為大家 這種機會很多好不好 尤其gay都穿很少 我聽說的啦 就是大家穿很少的機會很多 會穿吊嘎什麼的 穿吊嘎或是穿那種 很腰的寬秀的T恤 會會會會會會 對 你就可以直接伸進去 好 再來就是 我覺得大家比較敏感的 勝過雞雞 因為大家實在是太著重雞雞了 其實我覺得骨勾更敏感 骨勾 你說這骨的那個腰的那個位置嗎 會音吧 是嗎 不是 會音在底下了 我講的就是那個 大家認識屁股中間的那一條骨勾 喔 那要怎麼玩啊 比如說對方在買電影票 我就曾經在對方買電影票的時候 然後他面對著櫃台 我就默默地面對著櫃台 然後右手伸進他的 牛仔褲裡 牛仔褲的厚當 然後就是輕輕地用中指指甲刮一下 他的骨勾的尾椎的地方 不要整條刮 一男都很討厭人家碰他屁股 對 對對對 你就輕輕地用指甲刮一下他的尾椎 然後他整個人臉色大變 你知道他差點要跳起來 可是因為他正在買票 他不想讓那個小姐 對 所以他就整個人臉就變得很沉 你就是在忍耐 對 直到他等一下就是把我敲開這樣子 把我推開 幹嘛的很煩欸 對 尾椎 尾椎和尾椎下一兩公分 兩三公分的地方 你從下往上輕輕地刮上來 慢一點 你還甚至可以感受到 他屁股瞬間夾緊 那就是他有感覺 他整個人僵住 他一定有感覺 趕快自己玩一下 這招很高欸 這招很高欸 這招會出現在我們的 琴玉撩波束的這個線上課程裡面嗎 當然會啦 這是你們日常使用法是不是 對 日常輕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大家很容易卡在 我們就是要親熱的時候才親熱 這件事情我一直覺得很匪夷所思 他不是你的伴侶嗎 可是你們平常在一起 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都在滑手機 我真的不懂 會 真的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對 然後等到如果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 有肢體上的動作 另外一個人就知道 你現在想要我教功課了是吧 他用教功課這個詞聽起來好討厭喔 好解喔 對啊 又要來教功課了 對 你知道大家 這種人通常很容易把 做愛變得很不愛這樣子 就是 就不好玩了 對 就是一個例行公式 然後對方丟掉手機 好啦來啦 那一種就會覺得是施捨嗎 對啊 那平常如果就可以做出那種氛圍感 不是為了打炮 就是為了一個氛圍感 讓他知道 嗯 你就是他的中心 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是他的注意力的中心 嗯 甚至是吃飯的時候 看著他吃 啊 對 然後人家 人家問我說你在看什麼 就沒有啊 看你下飯 其實是實際上他長得很下飯嗎 沒有 但是就是看著他 其實還好 對對對 但是他這樣至少 他會知道他是被愛的 而性愛的部分 其實不一定只是在抽查而已 對 如果說就是你沒有去 去了解其他情欲或是敏感點的分布 你就會覺得說啊 每次性愛都要抽查 就會很累 所以其實像現在很多男同志 也不一定會分一號零號 我剛剛也有跟 原非在訪談前的時候 聊到就是說 男同志現在有一個分類叫Side 就是不是一定要110 就是他可以透過這 摸摸答答 或是輕輕抱抱來完成這件事情 對 但這個輕輕摸摸答答 有時候我會覺得那個 有點無聊的原因 都是因為大家好像摸的感覺都差不多 就是大家沒有使用到 原非老師的情欲聊播書 對 我想問迪克請問一下你 你會輕功嗎 我不會啊 你不知道怎麼摸嗎 沒有沒有 我只會按摩的那個 就油壓那個 然後大概知道怎麼推 然後大概知道在推的過程中 可能就盡量不要離開他的手 給他一個溫暖的感覺 可是整個過程 最多就是按摩的舒服 對 他不是 我的輕功從來不用有 我那時候 我剛剛還看的時候還想說 什麼這些直男 因為我一直以為 Gay的按摩店都是直男在做 他們都是Gay 大部分80% 也有直男 也有些店標注釋 然後我說 什麼這些直男最討厭用油了 居然自己在客人身上都用油 因為我也做過很多 從Gay的半套店出來的客人 他是直男 然後他們都說他們對Gay沒有興趣 可是他們也討厭用油 但他們對客人都用油壓 油夠不敬業我生氣 所以其實是可以完全不用油 就能舒服的是不是 潤滑油我會用 其他的油壓我不會用 因為我覺得油壓在半套店出現 就是一個你不會按的概念 對 因為你不會按 你用油推 你怎麼隨便推都會舒服 但沒有技術含量 這樣子我覺得我不能接受 尤其你後面的輕功 會因為油的關係 你想想看 你做一個蛇輕功 你就要把它上面涂的油 全部吃下去 什麼蛇 你說舌頭的輕功 對 你就要舔遍它 不是說全身但也差不多 那蛇輕功感覺會吃到汗水 所以要先洗澡 但如果他又流汗了怎麼辦 所以空調要調低 蛇輕功聽起來很色 蛇輕功很色 沒錯 我的情欲撩波數 絕對不會是那種 前戲30分鐘 結果對方睡著的那種 就都沒有在點上 所以對方就乾掉 或是就軟掉 就睡著的那種 絕對不會 一定是撩波在點上 要循序漸進 不會讓對方覺得 怎麼這麼突然 蛤突然很心動 因為你剛剛講 fight這件事情 摸摸打打 甜甜抱抱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 我真的很覺得boring 你覺得幹嘛 你現在就是要一點 那就是沒有在點上 對就是大部分 都是沒有在點上 或者就是開始玩奶頭 就抓抓奶頭 那最後你還是要玩奶頭 跟你平常要打泡 沒什麼差別 對啊 那你結果還沒有要打泡 就是沒有要打泡 我就覺得好無聊喔 我跟你講因為節奏太快 對 對 對 因為你可能會 一副舔的快速 跟那個一副就是 急到不行 或者不說 這動作剛剛蠻像的 哈哈 所以你是會慢的人嗎 我會很慢欸 我不曉得 這個是不是可以請老師 你說是不是可以的嗎 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老師的輕功 我記得是指腹 跟你手指的凸面 凸的地方 凸的地方 所有凸起的地方 然後緩慢的摸 所以我覺得才要先做給老師看 然後老師再做給你看 你才能真的學會 那我要怎樣 我要做過去嗎 對啊 主要相對位置不太好 不太適 您先過去 老師也是不用全部脫掉 我很害怕 至少要留一條手臂 讓他發活 喔 安迪 安迪 男同志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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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手在出汗欸 我沒有在這邊摸過女生 完了我沒有帶肺子粉 如果手汗的人 可以撒一點肺子粉 喔 對 此段落請大家記得看 加班人志的IG Reels 老師他表現得如何 好的 我明白了 我覺得輕跟慢都可以 但就是沒有在點上 但是其實感覺是OK的 觸感是OK的 老師我如何修正 我們要順著毛摸 會比較好 就是順著毛的生長方向 所以只要單方面摸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轉換接觸面 喔 天啊 好強烈喔 我每一次轉手 都是在轉換接觸面 喔 老師手的那個方式 就跟你的不一樣了欸 對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因為我剛剛兩隻手 頂多就兩個點 可是老師每一個指頭 都是有不同的點 喔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會不夠輕 通常表示你的施力點 還是在手腕 而不是在手肘 嗯 手肘出力 手腕放掉 嗯 就是所有性技巧的 基本 起手式 喔 我覺得老師很厲害的就是 因為我剛剛自己摸 可能頂多就是 兩三點 但老師 提感起來 就大概有六七點 在我身上不斷的交換 當然現在 很舒服欸 很舒服 而且老師在講的時候 跟配合那個畫面 你就心裡想說天啊 這個一定很爽欸 嗯 很爽很爽 這個很worthy欸 對 那當然這個是 刻意在做輕功的時候 我會這樣子做 但如果是 如果是像剛剛我們聊的 日常輕功 那就又不一樣了 嗯 對 類似這樣 當然中間會有很多 喔 那到底不一樣在哪裡呢 這些東西就 通通在課程裡會 詳細的講 好會賣課 而且我覺得老師雖然 他看似好像在隨音 可是他其實每個點都很明確 就我這個地方 到底是用指腹摸 還是我這個地方 到底用指甲刮 都很明確 因為我們有時候那個 在摸的時候 其實就會動作很不確實 而且我剛剛一看到 他摸你的方法 跟你摸他的方法 完完全全不一樣欸 這真的是 現場看的時候 那個感受度又 更強一些些 而且之前透過節目 在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說 其實畢竟畫面在帶的時候 還是稍微很難實際感受到 是 所以我相信在安排課程上的時候 應該也有針對這件事情 去做一些調整 沒錯 讓我們的學員 可以看得更仔細 關於清空的部分吧 真的真的 因為我之前上實體課 我非常依賴 我不會講課 那我就做給大家體驗 嗯 那現在不行了 現在要好好面對 你要怎麼講解 嗯 的這件事情 讓大家可以看影片學 是 所以說 變成我要講到 讓大家懂 或者是讓大家做出來 八九不離十 這樣子 是 至少要有這個樣子吧 我後來上了縱口 我也一年了嘛 嗯 我整個就是一個大改版 然後甚至向下修改 希望清空不要這麼的 好像什麼煉成大陣一樣 你知道嗎 是是是 另外一半回來看到 回來啦 你的那個什麼都擺好 潤滑油啊 什麼 然後床都鋪好 然後你坐在那邊 就是跟婉娘一樣 去洗澡 哈哈哈哈 好好聽 老娘幫你做清工 哈哈哈哈 好有壓力喔 對對對 以為是陰陽雙修那種 對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要向下修改 弄得大家日常就可以搞定 是 對 不要好像弄得很累這樣子 不要像是 另一份功課要做 對 沒錯 我覺得發現大家性愛都過得 怎麼這麼 這麼的辛苦 太嚴肅了 沒錯沒錯 它應該是一個俯始即逝的調情 對 所以我才會增加 剛剛我聊到那些日常的清工 怎麼做 然後讓大家強調氛圍感 而且我剛剛聽到老師說 就是上完節目後 有做很多的調整 其實我蠻好奇這些調整 畢竟他上了社後不理 又上了重口味 然後一個是男同志的 一個是主流的 特別是女性居多的兩個頻道 對 這麼不一樣的節目 兩個不同的TA 然後上完之後 對於你的回饋是什麼 分別對於我們這兩個 族群又有什麼樣的調整呢 你知道嗎 沒有差 沒有差嗎 大家的煩惱居然 完全不會因為性取向的不同 而不同 男同志跟女性 真是最好的朋友 真的 真的 大家都是 我怎麼讓男朋友感受出那種性感 我平常要怎麼性感 然後甚至有的 對性有著很奇怪的期待 比如說 我學了這個課之後 我沒有辦法 摸到伴侶身上的某一個開關 立刻讓她想要 我說 你如果 按了一個開關 然後這一根屌 立刻進入狀況 可以開始 直接服務你 那叫 那個要請嚇紅犀牛 真的 就是 對不會因為你學性技巧 你就可以跳過堆疊 是 對這之類的 大家會有 或者是我有沒有辦法在電影院裡面 幫我的伴侶打手槍 然後我就 請你好好看電影 你知道嗎 我還為此真的去電影院 就是想嘗試一下 實測嗎 對 超困難的啦 根本就沒辦法 因為那個扶手意外高 是是是 對 你要跨過去就已經很難 然後你還要幫他尻 你很難不被發現 我跟你說 我之前就是跟高萱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說 我想要試試看 在電影院弄 我發現弄不起來 真的弄不起來 那個情境完全不行 而且被發現的風險有夠高 然後再來就是 伴侶生氣的機率也高 對 因為他 他特地花錢進去看電影 他一定不是讓你 上下起手 那我就開房間就好了啊 對啊 我不曉得這可不可以在節目上聊 也就是 異性戀的計價方式 是大概怎麼算啊 或是他的range 會不會很大 因為男同志大概 一次就大概3000嘛 可是因為男同志的店裡面 大多不會把E0放進去 就E0是一個 E0就是S 就是他有點像是我們 可能會是他留下你的方法 就是驚喜包 對 因為我覺得男同志的按摩店 通常會想要留客人 也不是說一定要留 而是說這個有好感 然後剛好他今天也還沒發現 他就把這個給你 這個其實到跟男女的店 是差不多的 我們都一樣 只是我們大概是60分鐘 然後跟客人說 我們有前十後十 哦 或者是前五後五 我們預設直男洗的比較快 嗯 不是你知道那裡面 就是一個淋浴拉門 連個放東西的櫃子都沒有 你在叫客人在裡面待15分鐘 也不是很實際 嗯 那也沒有SPA什麼的 對啊 所以就是前十後十 然後實際上我們可能會 至少要做個四五十分鐘 嗯 那呃 沒有一定要油壓 有按摩 那小姐的按摩很爛也有可能 嗯 對但一定會有互動聊天 一定不是進去 就開始對罵修爬的那種 嗯 對然後一直到後面的 我們規定上會有上空跟手工 上空就是至少上衣 胸不要露出來 然後上衣都要脫掉 內衣也脫掉 然後下面的話就完全也是看 剩下的也都是看從脫下妝 一直到什麼 有沒有吹有沒有A4這些 就像你講的 也是Savis服務 或是另外加價服務 但你們一個就是默契規定 就是一定要上空跟打手工 對 嗯 那會不會輕功 這個也就是看小姐了 我們其實沒有教育訓練這種東西 哦你們沒有教育訓練 我們沒有 所以每個小姐有自己的風格 有自己的接受度 有自己的規矩 對 所以也有很快樂的人就這樣進去 然後就快樂的結束 我的快樂是指他就很大喇喇的 然後就碰碰碰就沒了 對也有可能 你有聽懂在說什麼嗎 就是一進去就開始做S 對 是不是 我剛剛 什麼叫碰碰碰 什麼快樂 我想說你在講什麼 不一定快樂 對啊 不一定快樂 我覺得會來半套店的人都不會 都不是那種就是為了碰碰碰來的 不然他就去叫外送茶就好了 對 我真的曾經遇過客人 然後他每次做我都說 來啦我們來打泡 我就說你知道我沒有接 然後他說有一天我不在 然後他就換了一個小姐 那小姐一來就說 哦我不聊天我也不按摩 我就只負責接S 他說那你出去 我說為什麼 你每次都找我接S 我都說不接 現在來一個直接就是要跟你接S 你說不要 他說我知道你不會接 但我寒爽的 哦 很多人會這樣 對 好直男 好直男喔 有夠直 然後 對但是今天來一個直接 就沒有要互動 沒有要跟我聊天 沒有要按摩 他只想要打泡JS 那就是直接把我當潘娜在賺錢 那這樣我就要 我直接找外送茶就好 我找半套店幹嘛 他的感受又不一樣了 對 所以客人其實真的是一個 很難捉摸的東西 你說好捉摸不好捉摸 有時候很奇怪 比如說我什麼都沒有接的時候 我直接跟客人說 不好意思我沒有接 他們就很然 一直想要說服你跟他做S 可是如果你在他問之前 就直接說 大哥我有接S喔 一次三千就好了 他就那不用了 哦 因為直男有時候他是要那種 追逐狩獵 他要追逐的感覺 對 跟說服佔領的感覺 你一開始就說OK 他就沒有那種追逐物的感覺 付錢就可以 他就會覺得那我是沒有魅力囉 對 我沒有辦法弄得你想要囉 對 你就只是看上我的錢而已 我好難過喔 對你一開始就說可以了 你沒有被我的雄性給撩拨起來 對 這樣不行 對 你知道他們也是很少女心的 真的 真的好煩喔 所以S其實有時候是一個 殺雞取卵的一個動作 服務跟動作 是是是 就是只要你講你是S 你這個禮拜都會是處女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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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墨菲定律 真的真的真的 在這邊墨菲定律每天都在發聲 你就說 今天都上不好 這一台看不上我就回家了 這一台就一定會上 不要亂立Vlog 你知道嗎 好討厭喔 好討厭喔 就跟那個 你知道餐廳要收工 打架說不要不要看 對 就進來了 沒有錯 你 好 要吃什麼 真的真的 我也會這樣 就是 我都已經換好衣服了 我直接擺一個臭臉 讓客人不要看上我好了 他一定就挑那個最臭臉的 他還跟你講說 沒有我看你很想下班的樣子 所以我不想讓你回家 於是點你 靠北 幹 真的會有直男這樣 對 你知道直男就是一種 這麼無聊的生物 我在遇過一個最荒唐 它什麼讓你上台的原因都有 請問我有見過你嗎 沒有 我說我以前沒有做過你 沒有 然後他是指名的 他不是看台 就直接指名 然後我說 那你為什麼會指名我呢 是幹部有推薦嗎 沒有推薦 然後還是以前客人 我做過的客人 有跟你推薦我 店家有跟你推薦我 沒有 你完全沒有被推薦 我說那你為什麼會指名我 他說 我每次經過 我來你們這間店四次 我每次經過 我都看到你在外面睡覺 我覺得這小姐實在是太閒了 應該給她一點事情做 所以我指名了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 什麼在哪裡睡覺 因為那時候辦套店剛開始 格局很不統一 你知道 就是我們那時候休息室 就真的在櫃檯旁邊 然後門口就一個紗簾擋住而已 這超不明智的 千萬不要挑戰子女 在男生沒有看到的時候的行為 你知道嗎 我還不想讓客人看到我在睡覺 所以我拿一個白布 把自己從頭裹到腳 哈哈哈哈 客人一進去就問說 外面那句大體是誰 哈哈哈哈 我就做那句大體 哈哈哈哈 他很像那個什麼 歐洲貴族那種漫畫 然後就是做一些 看起來傻白天 然後就是王子看上去說 你怎麼那麼單純 好我就要選你了 就決定是你了 真的真的 我還為了不想上班 所以在最後一台的時候 故意在行政的背後 他沒有看到 我就偷挖鼻孔 弄一個如花的臉 帥哥 看班嗎 結果對方就 你看起來很幽默喔 好選你 好煩喔 好煩喔 真的跟那個 難怪少女孩都這樣演 就是王子 一定會看上那種 就是不計一切的 扮醜的 或是那種 直帥的 對 人生就要像那種 就是直帥型的女生一樣 那你們在做 這些服務的時候 是都會在同一家店嗎 還是你也是會到不同店的 有的人會到處跑 他們相信 開這種東西 就是可能 一三五某間店 開很好 二四六另外一間 對他們不會在一間店定死 但我不喜歡 我喜歡 就是有固定的模式 固定的什麼 我不太喜歡這樣 你是上下班打卡的概念 對對我來說 我在辦套店 就是藍領階級啊 你知道 寄件制 上班打卡下班打卡 寄件制純手工 對啊 然後如果沒有工作最好 對啊 沒有工作的時候也沒領錢 哦 它沒有算時薪 對它是寄件制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個客人 都沒有打到供估 那就是零收入 欸你們會稱呼自己叫什麼 小姐公主還是叫 我也是就稱自己是美容師或小姐 哦 我不會 對我沒有什麼太特別的稱呼 欸那這些做八大的人 就是你這樣子 一路看下來做了十幾年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 比較迷信的行為嗎 超多 超多 嗯 像你剛剛講什麼 拿金店的氣比較好 然後或者說 怎樣會比較多客人 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些都還是小事 比如說 如果你是小姐 你在上班的第一天 大部分人 第一件事情 帶你去尿尿 或者是帶你去踢馬桶 蛤 為什麼要踢馬桶啊 不知道 有些氣不好的時候 也會去踢馬桶 還有人把馬桶踢破 哈哈哈哈 那是要陪嗎 應該是要吧 踢馬桶喔 對 要很大力氣還是很簡單 親戚踢就好了 或者是去尿尿 他們認為這樣子會把 不好的氣 晦氣留在那裡 或者是 如果客人今天來 什麼都不挑就走了 可能店家會在他後面撒鹽 對 對 對 或者是半夜今天整間店都不好 那大家會集體出去燒金紙 那個金紙也不是給神佛的 是給好兄弟的 對 那有 超迷信 超迷信 這些都是小的 然後或者是 會去拜那個林正北的那個胡仙廟嗎 我拜過 我那時候每個月去給他請安 就不要什麼還願什麼 我在我自己的書裡有寫到 我的訣竅是 你不要跟娘娘或者是四面佛 講說你要多少錢 不要有一個實際數字 你就說 我希望我這個月 客人順順的好做 我上的可以 這樣就好了 對 都有客人來這樣就好了 那 我下個月再給娘娘請安 之類的 我會這樣子講 我不會講一個實際數字 因為你講一個實際數字 甚至有的人講了說 如果我這個月達到十萬 我就打一面金牌 那就是真的許願了 對 所以 那這種許願不好嗎 你沒有做到的話 就會不好 他就會反噬 對 對 我真的在故事裡寫過 就是去求道 而且 娘娘跟四面佛 可能不會跟你計較 可是要看你拜到什麼 像我們這種 養小鬼的很多養小鬼或是 你知道我們八大行業的小姐 都是被男人耽誤的仙姑 你就不知道他 有的人真的佛牌 從那個鎖骨一路 帶帶帶帶到肚臍眼的 對啊 對啊 甚至還有那種小姐 從包廂回來 回休息室 第一句話是 我們店真的很誇張 我跟看人在打炮 有一個影子 直接貼在門上看全程的 我想說 槽點好多 等一下 你還真的就做完 然後讓影子看全程 什麼意思 好危險 好危險 對 因為他們很多都會 養小鬼到底是怎麼樣的 就不一定是 就是廣義上 因為有些可能是 比如說古曼童 真的有人養古曼童嗎 很多啦 古曼童 或是說帶那個姊姊牌 對八大有時候會帶那個姊姊牌 對或者是 有時候 林森北路的房子 嗯 那他說他要出租 然後你去看房子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他們在某些地方 有一個裝迷的養樂多罐 上面還有插箱 我們有看到 我們有看到 對 那個一定就是小鬼 通常會跟著主人跑 對 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上一間房子的主人 有供奉小鬼 嗯 那那那那那 那小鬼會生氣嗎 他就變成是 你養一個冥界的小孩 呃 如果你把他照顧得好的話 他就會帶忘你 對對對 那當然就是這種東西 那都顧不好怎麼辦 不一定是真正的金錢 可能是你的 開始 你的運勢 你會開始莫名其妙的 無論如何都賺不到錢 對 然後再來就是身體健康 慢慢 聽說這種 討債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 然後或者是 看你當初怎麼跟他談 你怎麼養 他就會開始跟你要東西回來 因為有的是用交換的 然後有些是 他可能養這個小鬼 養一陣子 比如說養骨饅頭 是養什麼東西 但是他後來不做了 或是進入到情感關係 他的另一半 不希望他在家裡擺這些東西 可是送不走 那送不走怎麼辦 你只能求助師傅啊 求助師傅啊 有的真的是 情感羁絆太深的 就會糾纏很久 對 不好搞 我自己是很少碰這些東西 但是我做過那種傻事 就是我聽說 我聽我們小姐講說 如果你在腳上帶腳練 那你就會沒有辦法 離開八大行業 就是一個腳料的概念 你練住了 你練住了 然後隔天就去搞了一條來帶 什麼 就希望不要離開 對 我想要在這行賺久一點錢 開始預料到沒有尺度 有一點不好混 對 好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沒什麼用 還是迷信 蠻有趣的 這些迷信的東西 我覺得 是一環 另外一環我覺得很想問的是 有一些客人 像是 我覺得已經來到了 請原飛老師來幫我們解惑的環節了 這部分呢 主要是因為我個人 就是有時候會小小小小小小的 小小的暈船 很小的那種 喔 小暈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就是暈船就沒有小 我只是想 就是愛上師父 就是客人愛上你 對 你有沒有碰過這樣的 然後你如何擺脫他 或是如何幫他解暈 對 因為特別是你最近有 在你的thread上 或是有一些觀眾跟你互動 然後我本人呢 其實也是稍微有 一點點一點點 一點點喜歡我的社安師傅 然後我就有點不知道 就是我會很不好意思選其他人 嗯 可是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情節 就是我自己內心 我不去想很多 對 這什麼時候 你要怎麼給他一點解暈的藥方 我會鼓勵你就選別人去 嗯 我甚至會推薦你某某也不錯之類的 喔 你會推姐妹 對 因為我很 我老實講 大部分的小姐啊 都不太喜歡做老點 老點的意思是 老點就是回客 這是中文嗎 對 這是我們的行話 術語就是老點就是老就是老 有的人用老這個字 有的人用疲勞的老這個字 喔 對 老點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術語就是指回客 只要看到這個客人 就知道這是我的客人 這種就很明顯的老點 這樣不好嗎 可是你知道我們這種店 呃直接講我們在八大行業算 排行算很後面的 嗯 算階層算很低的很底的那一種 八大行業的藍領階級 哦 手工制 就是老實講戀愛客 如果他不會在我身上多投一點錢 安迪我今天不想上班 但我今天 呃店家跟我說如果不去上班 就要自花錢買全廠 你有辦法幫我買嗎 戀愛客是用在這種時候 或是我最近不想上班 我身體不舒服 但我好缺錢怎麼辦 當然他要把你就是大框出去的 他如果來然後又要跟我談戀愛 他要結束跟時間是一樣的 我還要情緒勞動 對 就會很累 對 尤其老點會有一個 這我覺得應該不是性取向的問題 而是所有人的人性都這樣 我一直找你 那你應該要多給我一點saviso吧 啊 對 我是你這麼忠實的客戶 這麼忠實的粉絲 我每次來都還多給你一點小費 那你是不是相對的也要提供 比別的客人更多的報酬給我呢 哦 原來是這樣想的 哦 對啊 就代表他是紅牌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 比較前面的師傅 或是他們剛剛講的美容師 或是小姐們 他們應該是 時間可能都會被塞滿的 就是說他們的體力 其實是不缺客人的 但是如果說 他某一個時段接陌生客 跟接重複 但是要 但是要做更多的 對 你就會覺得很困擾 好 那我乾脆做陌生人就好了 對 那我還比較輕鬆 對 做一個陌生人 是不是還比較不需要 這麼的顧忌他的感覺 啊 對啊 然後我只要做好就好了 那一點點小費 然後被噁到不行 真的 甚至我有遇過 你都說 不要這樣講我 不要這樣講我 沒有 我完全理解 我懂我懂我懂 我現在已經在吃藥了 吃什麼藥 我在吃解暈藥 吃原非的藥 對 對 這個藥完 我直接吃到 吃五顆 所以我都會盡量給客人一個 友好 但是就是朋友般的氛圍 而不是戀愛那種氛圍 我就是因為討厭客人 亂暈船 結果還是會有客人暈 然後那種暈 真的會暈啊 因為其實他也沒有真的對我放電什麼的 我就是 我就擺目 但客人就會說 我就喜歡 什麼叫擺目 我就喜歡這樣真實的你 我想問看狄克做過哪些擺目的事 我沒有多做什麼 我只是覺得我就是很喜歡他 然後我覺得可能會給他兩件 然後你內心就會期待 剛剛原非所說的 期待對方有回應 你應該多給我多一點吧 我沒有說多給我多一點 但是我內心會想說 是不是私下還可以交朋友啊 你看這就是一個 那個客人會跟你們想要試圖交換聯絡方式嗎 一定會 那會給嗎 我不會給 但有的會給是不是 有的會給他 但是他也是想要私下發展業務 比如說2500我是不是可以陪這個客人 也是一個小時 但我全拿 我就不用跟店家分抽成什麼的 就是繞過店家 他比如說直接去他家 或是去旅館 我就全拿不用被抽成 對 可是客人也不是傻子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要多陪我久一點 那像我這種不接S不接吹的 沒有必要 哦 對對對 對啊 然後客人又不是很好搞 基本上我就說 我們是八大行業的 蠻底層的 客人不會太有錢 他們也沒什麼有水可撈 我少了一兩個客人 我不會有太大的落差感 嗯 那我想問元飛 你剛剛說你們是最底層 那你覺得其他更高階的這個 八大的街序是怎麼排的 上面一定是club 酒店的比較上面的 嗯 比如說我們知道的 華燈初上 公主們 公主們算中等 算中等 對 華燈初上那一種 很有氣質的 然後對酒很懂的 你跟他聊什麼股票啊 聊車子啊 聊房地產啊 聊一些 跟性沒關係的 對 甚至聊原子習慣啊 他們真的都可以說上什麼的 嗯 可能學歷然後更加有氣質 明記都是賣藝不賣神 很會聊天 沒錯 連拖都不用拖 沒錯 華燈初上這種 就是大老闆們會去的這種地方 然後一直到 當然最上面還有什麼 自己自招的飯局妹那些 都是對那些之類的 其實看金流的大小對不對 沒錯 看課程 課程 如果課程都是大老闆大企業家 或者是甚至是政治人物 不一定名人藝人 那當然就不會大辣辣跟人家排隊打手槍啊 對啊 就是飯局或者招待所的 沒錯 就是他處理的客人的金流量更大 這比較上面 那酒店就又分便服制服禮服 便服最上面的就華燈初上 禮服 就是我們沒有接任何的色情項目 但是也就是陪你喝酒聊天這樣子 但是私底下就不一定 可能可以有個另外的發展 就是按配 可能去廁所啊或什麼的 現在店內都不太接受 但是如果你跟他講說 我要把你空出去做 欸有可能可以 對 然後制服就真的是有什麼項目了 有什麼 喇叭店 手工店 泡店 BDSM店 這個也算嗎 我還沒有遇過 算工作室 對 個人工作室 個人工作室跟護膚 就在酒店下面了 對 所以蠻底層的 哇好細緻的行業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我覺得我已經學到太多了 但這剛剛的資訊應該就比較不是出現在我們的情緒聊播數對不對 沒錯沒錯 再給我們大家多多推薦一下情緒聊播數好了 因為我們還有個手愛沒聊到 要不要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這一次在手愛的課程分配上有做了什麼樣新的巧思嗎 手愛喔 對 手愛的話其實 我要很老實說 那我們現在情緒聊播數 把人弄硬了 聊硬了之後 接下來怎麼處理 很多人其實會卡住 尤其是侄女 是 我其實不曉得gay 會不會比較不卡 聽說也是卡的 因為幫自己打 跟幫別人打 是兩回事 是 這是 對 對對對 包括甚至我在教課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男生不知道自己的 陰莖上還有敏感帶這回事 你一個完全勃起的陰莖上面 還有分布著其他不同的敏感帶 那你要怎麼找 對 你要怎麼樣知道 你要怎麼樣 甚至是大家會有很奇怪的預設 一定抓住龜頭 或是某個地方超敏感 我就給他用力的嚕下去 我懂我懂我懂 上次也遇到一些有的沒的 就是狂嚕狂嚕 但是根本就沒有想要受的感覺 對 又不舒服 然後或者是大家可能會在手愛上 有很多的迷思疑惑 就是明明我就照著A片的方法嚕了 為什麼不舒服 對 之類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甚至是 比如說 我覺得真正操縱今天一個男生 手愛舒適度 不是緊度 是溫度 哦 因為有些女生手很冰 然後就握下去 對 軟掉 然後不用潤滑油 甚至直接吐一口老痰 有沒有 有些人真的會幹這種事情 在手上吐一口口水 就要幫你打 超解 我自己覺得這解到爆 當然有可能有人喜歡 但是算少數 所以如果你要安全的對待 每一次的性體驗的話 就建議還是不要就是 茫然的用口水 對 而且口水實際上沒有用 嗯 有額額的 有額額的 然後還會臭 真的會有 就你的雞雞味在混到對方的口水味的那種 之類的 這裡面都會有提供各式各樣迷思情境 跟一些比較我們在專業上 辦套店裡 實際上這些職業人士 怎麼樣去看這件事情 怎麼樣去打 然後我們技巧怎麼做 我不知道在辦套店大家都會 所以我沒有想過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對啊 可是你們不是沒有職牙訓練嗎 沒有 至少實在經驗多啊 對 經驗會讓我們知道怎麼做 嗯 沒錯 那尤其久了以後 甚至我們手腕動的方式 跟大家不一樣 嗯 對 這邊在療癒系的情慾課裡面 手愛秘法 全部都會跟大家講解 嗯 因為這方面 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一個神秘面紗 是 對啊 而且我剛剛看他在弄他的手 好像說 他剛剛邊解釋他的手 就是一直很滑順的在擺動 在扭動 這邊會激磨眼耶 哈哈哈哈 不會不會不會 手腕不會有事 但你的手肘會得網球肘 哈哈哈哈哈哈 卡卡卡卡卡 對對對 真的 手腕 所有做半套店的小姐 大概做幾個月吧 就一定會去看網球肘 你一定會過這一關 好不舒服喔 那動作一直維持在那邊 然後手還要一直撐著 對 所以有五十件的人不能做這行耶 不用啦 也不會動到肩膀 但是手肘會真的會有比較受傷 但大家是家用版的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商用版的 就又不一樣 家用版應該是不會到手肘受傷 那你們會右手做一做 然後開始練左手嗎 有的人會 我師傅就會 我師傅他甚至給你一個很厲害的理由 他說如果你今天用左手打 你就是站在客人的左邊 客人左邊也就是說 他要摸你他只能伸左手 除非你今天很不幸的遇到左撇子 這個機率很低 所以他摸你就會很不順 你就不太會被性侵被指尖什麼的 都會 對耶 所以要練左手 超級專業的原因 他要越過身體去摸你 而且到時候我們會有滯空拳 所以我只要壓住他就可以了 因為你左手打你 反而你的慣用手 右手你可以隨時的去把它撥開 其實滿讚的耶 去控制他 對我們商用版就會教 但不會在療癒系課程裡面 我們不會預設我們的學員是商用版 但商用版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去學一些就是體術 請記怎麼壓制客人 怎麼把客人手就是默默的踢開這樣子 袁非如果穿越的話 一定在武俠類的那種分類動力 還有請記 他是東廠的女婧 對還會輕功 還會輕功這樣子 好正喔 你贏了你贏了 把皇上壓到牆壁上高 對 他的皇上可能不用分屌型 他的皇上無論是上俏屌 直屌還是下彎屌 他都能解決 然後你知道明記通常都是情報販子這樣 對 你可以你可以 找到了 請你立刻穿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袁非的這次的情欲聊播數 我覺得剛剛聽完後就知道說 這個的 他的含金量有多高 就是 雖然我說我個人現在很久沒有性行為了 可是我覺得至少自己學 也能探索一些不一樣的樂趣 沒錯 那安迪的話 有很多人可以跟他一起練 也不是這麼講好不好 很多人 你也可以啊 你只是懶好不好 沒有我已經解暈完了 下午就要找新的師傅了 其實我覺得不是不能暈耶 你可以再暈別的師傅 你多暈幾次你就習慣了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可不可以暈了好多個人 沒有 我跟你講你當一個人的舔狗 你就是舔狗 你當100個人的舔狗 你就是海王 對沒錯 是吧 完全不一樣 價格太貴了啦 而且其他人都會覺得你是他的舔狗 反而會覺得說高高在上 其實你只是 就是踩在某一個點 然後服服貼貼 而且你知道 你如果真的當100個人的舔狗 就是反而會有 真的會有魚 直接就是願者上鉤 沒錯 對啊 這 我講的舔狗的心態 不是說你要付錢給那100個人 我們要付給100個人 當然沒有啊 反正你都要去玩了 多享受 我覺得享受戀愛感無不可 好 大家請努力的去各種店裡面 找到戀愛感的機會 不要讓自己停留在這個位置 沒錯 那這邊我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線上課已經募資開跑了 是 那大家第一個問題都是 所以我學這個到底是 否男性還是女性 是 好那我的首愛秘法 真的就是否男性的 可是如果募資達到1200的時候 我們會請台灣第一AV男優18招 來教你性愛溝通 這很重要 我也很少問客人說我剛剛打得怎麼樣 你知道 對 其實不好問耶 對很不好問吧 所以這個我覺得需要學習 它是一個的確是需要配套的 是誰啊 台灣第一AV男優18招 她溝通到她老婆願意她出來當AV男優 但那男生叫什麼名字啊 18招是 18招就是她的名字是不是 對 18招就是她的名字 對 石頭的石 然後下巴的巴 你以為這總共有18招是不是 對 我第一次聽到也以為 我想說 我想說 她有18招 她的名字叫18招 沒有錯 對 沒有錯 她就是有18招 她也叫18招 對 你跟孩子問很多次 叫什麼名字 18招 所以叫什麼名字 就是18招 好時尚 好時尚 募資最終目標1500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AV男優 日本AV男優 來教大家做女性首愛 帥哥AV男優做女性首愛 聖誕講說北野鄉 對 那就會是 很完整的課程 很完整的課程 就是今天 你前面療癒輕功 男性女性都可以用 後面搭配著男性首愛 女性首愛 你等於是通吃 姐妹們加入了 就算你可能沒有學到女性的 你也可以學到很多 你應該要學到的溝通的部分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這種 情欲的撩坡 它不一定都是你現在 要有對象 或是說怎樣的話 你才應該去學 它應該就是在 在你還沒有對象的時候 你應該就要去 沒錯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 一個很大誤會 對 就我是 比如說我會有粉絲問我說 我是處男 但我不想 我不想談戀愛的話 會不會我去約泡 你覺得女生會帶嗎 那你什麼都不會 你要怎麼約女生 完全沒有 就是這個邏輯很奇怪 You are the point You are the point 對 你的優勢在哪裡 而且我覺得 這次處男的話 我覺得 他應該要先了解自己的身體 他才不會在第一次 上戰場的時候 就出錯 真的 其實真的就是 從人開始接觸的時候 就開始 是 真的 這件事情大家總是在忽略 沒錯 太可惜了 你應該要練習的 鼓勵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沒錯 那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情預料播數 好 我們的情預料播數 募資到520 520 在那之前都有 相當大的優惠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目前我們要累積到1200 才能開放溝通 1500才能最完整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參與到 我們這一次 袁飛老師的情預料播數 沒錯 希望一日陪你一起參與 一起學習 沒錯 一起變成性愛達人 一定要 調情達人 可以 調情達人 至少你既多不壓身 到時候伴侶壞了 你沒損失啊 是他有損失 沒錯 沒錯沒錯 除了要抓住他的胃 更要抓住他的腦 他的腦要那個舒麻感覺 永遠想到你 就想到說 沒錯 他是我那個愛的對象 到時候你就能夠抓住他的肾 結果那男生說 其實我想要被抓的是屁眼 然後 那也很棒啊 都可以 掌聲也掌聲 毒龍磚 好 節目尾聲了 也請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下半年還有什麼規劃嗎 下半年的話 有偷偷在想 是不是要再借機再出一本書 或是再進修 下半年一定有進修 因為我已經考上研究所了 對 考去哪裡啊 我考去世新 世新的性別所 好棒喔 對 就是再去研究 我們男女之間 其實除了性以外 性只是一個延伸出來的問題 那大家的心態是什麼 才會有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都可以聊 跟社會其實都有關係 性別真的是政治 想要再去升華 不再只是性技巧老師 是去升華研究人類 我們終於聽到一個來賓說 他真的很想要了解性別這件事情 就連我們都沒去了 我們期待之後 原非要去選藝人 其實你很可以 你很像夢買女王那種感覺 真的嗎 對 就是你掌握了大家 你也知道大家的需求 手槍藝人 哈哈 就像以前不是有一個藝人 是什麼 乳頭撞破世界還是什麼的 用乳頭對抗拳頭 用乳頭對抗拳頭 就是他以自己的身體去抗議這樣子 衝撞 衝撞國壞 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對 就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覺得如果他是藝人的話 會不會我們終於可以成立那個性專區的部分 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對啊 就先等我進修完出來告訴大家 好 好 原非議員 等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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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請大家記得多多訂閱我們囉 這樣子大家拜拜 拜拜 謝謝各位老闆 甲板日誌 帶領件是同志的大小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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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